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來,Eric! 喂? 好 欸,Eric,聽到沒? 聽到了 欸,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嗯,40多歲天津人 好,40多歲天津的朋友,來,你想說什麼? 嗯,這幾天,這個大家解讀黑人話無空的各方面都挺多的 嗯,追溯了,其實這個項目從 他第二支宣傳片出來以後,我就已經預期了 他肯定會火,但是火成這樣子,倒是沒有想到 嗯,因為後面的這個,他這個努力其實還不是十年摩一件 嗯,實際上是將近20年摩一件 嗯,剛才那個業界從業者呢,提到了很多的商業的出發點啊 我倒覺得啊,你要如果想做一個成功的產品 首先你要這個有共鳴 大家在說黑人口空的選材呢,這個知名度啊,什麼的 嗯,根據我對主創人員的感覺的了解呢 他們做這個,所謂空並不是說完全看到他的商業的 就是他的普及度啊,他的關注度啊,然後去做 嗯,主創呢,首先一個核心就是他們在這個這個西游這個這個世界觀和價值觀和文化裡面有沒有他們的共鳴之處 嗯,尤其是孫悟空這個人物,他的這個不具很多外在的這個抗壓,對吧 壓力呀,或者是壓迫呀,或者說很多的這個,呃,陷阻啊 依然,比如說見了,大家說的,見到了世界的黑暗,依然面向光明 就是跟主創他們有那種共鳴感,他才能做出這麼好的作品 嗯,而且呢,實際上,你比如說我,我這個歲數,我也是老玩家一直玩過來 但是,現在很多的遊戲,大部分的遊戲,90%的遊戲激發不了我的興趣了 嗯,包括老頭華,嗯,朋友說,哎呀,你去玩吧,那個遊戲很好 記不起什麼是興趣,嗯,你比如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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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黑暗悟空拿在手裡面以後,我可能玩法跟別人就不太一樣 你比如說,我不會沉浸於去耗時間去,去打BOSS,啊,那我的玩法是跑圖, 跑圖去看,嗯,啊,你比如說,開著這個彈跳,大概四到五倍這個彈跳 你會看到這個遊戲裡面很多的風景是一般的視野看不到的 你比如說,浮屠塔,浮屠塔,你,你只能從那個,邊界那個地方看到那個塔 嗯,你沒有認認真真的看,看塔的好多的細節,嗯,包括邊緣的很多的細節 你看它的美術了,嗯,對,對,對,而且它這個裡面,它,為什麼我知道它,呃,肯定會成功呢 因為它用心的做了很多的,包括一些,非常,這個,偏僻的一些,就是賴斯文物一樣的這個古蹟 嗯,他們做了這種高清的電子的掃描,嗯,生成了這種門檔,嗯,然後呢,有些是進行數字修復,嗯,啊,啊 嗯,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很多的這個,保徽之處,嗯,它實際上把它挖掘出來,然後把它融合起來,嗯,而且,超乎人意料之外的,實際上它是,過場動畫,嗯,和它這個故事的裡面的深度,實際上,為什麼這麼多人玩,這個,這個群體裡面,你比如說,我看有,外國的有一些七八十歲的,啊,對,對於這個文化,他很感興趣,他也在玩,嗯,進來以後感受一下這個,文化的這個特殊的魅力, 嗯,然後我,我前期在看這個宣傳片了以後,我看一些,YouTube的這個,反饋呢,有些是比如說做美,美術設計,啊,它這個裡面體現了很多的這個設計素材,包括中國的很多古典的這個藝術,啊,包括這個,建築方面的這個美,他們,對這個感興趣,嗯,然後利用這個高科技手段,能把這些,結合得那麼好,然後呢,動作的這個流暢度,就是中國的武術, 和你的這個,這個科學技術結合,這個動作的銜接,它,它有美感,然後這個,這個遊戲,我覺得好的就是有深度,你比如說我,我,我,我這個遊戲,肯定是常駐,常駐我電腦了,我一般的遊戲,玩,我們現在玩遊戲是什麼呢,你上了年紀以後,沒有那麼大的,怎麼說, 玩遊戲產生的多巴胺,嗯,啊,所以呢,玩一些遊戲呢,以後呢,比如說,了解一下這個遊戲的這個,構思,嗯,了解一下這個遊戲的這個機能,也就這樣了,嗯,啊,不可能,比如說,這個,哎呀,做出了完美的操作,哈哈,比如說,真打出一個boss無傷,啊,那種成就感, 現在上了年紀以後,這,因為你在社會當中,你在世界當中,它的各種紛紛擾擾,已經很難像孩子那樣,有一個單純的這個,單純的想法,或者單純的這個獲得感,它已經沒有了, 所以呢,比較難能可貴的是,比如說,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煩惱,在事件中,那,我們尋求這個,心靈的這個解脫和解放,通過什麼呢,通過一些藝術作品,嗯,嗯,比如說,看一些有深度的電影,嗯,比如說,有時候有困擾了,有些時候,有事情想不通了,那我會看一些,比較好的,比如教父呀,嗯,或者是,這個,一些好的,深度的一些電影,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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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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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現在生活中,不可能那些遺跡都跑遍了,嗯,在耐応了, Handed Up了很,很長的時間,嗯,嗯,這個遊戲很好,它有讓你感受和體驗,文化的魂力,然后呢,你,你去旅遊景點,你都求不得那個心靜,你在那個裡面,夜深人靜的時候,好像身處於這個大山,嗯,或者名勝古蹟,或者穀叉,嗯,感受那種,人間地靈,與大自然親近的那種感覺,嗯,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這個遊戲裡面, 实际上应该专门有一个键 就是坐禅 它现在是不是设计到 有一些坐禅点吗 那比如说我跑到一个 我感觉你比如说我跳上 跳上那个黑风山的 比较高的那个塔 塔上啊 我看的不是一般的游戏里面的视角 我看的是整个俯瞰黑风山的一个帽 我在上面 我一个坐禅键 寻求一个心灵的一个 一个安静平和 我觉得这个游戏 它就能达到那种 让人达到能追求那种境界 所以我说一下 我自己玩游戏的一些感想和感想 那个商业那个都在其次了 我觉得它现在这不是一个游戏了 单纯的游戏 它应该是一个艺术作品 游戏可能 光评价它游戏有点给的降格了 绝对是个艺术作品 高质量的艺术作品 就分享很多了 OK 好 好 非常谢谢你 谢谢这个天津的朋友 谢谢你的分享 好 谢谢 拜拜 好 来 我来再接一下 现在是工商时间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 我的YouTube频道 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 叫做白金会员 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 加入白金会员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组 成为高级成员哦 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 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还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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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加入